2分區在眉深,3分的在臂,臂出 記住前臂都是90度,明白嗎? 再軟兩步的球,口,口壓,口出,用力,明白嗎? 力量很接近的,口出去,都是這樣射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好開心,今天竟然找到一個體育館可以拍 多謝Bunny可以借這個場館給我們,多謝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拍到教學片,很久都不能拍了 因為我們到今天都未開球場 好,今天我們一開始想講,就是一個頭腦力量 最新的頭腦力量 我想再教清楚大家,什麼叫核心的力量 因為1.5Motion,1Motion,和2Motion的準備動作 法力方向,用的力量都會有不同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針對1.5Motion去講這個頭腦力量 因為其實之前看過我們出的1.5Motion 新單動頭腦 其實都有很多人會說,我們不會壓的 因為一壓就很慢 另外一個就是會說,我們先坐低,一接球射,這樣就快 這個是2Motion的動作 OK 如果你說高階賽事不會壓的觀眾 你看一下這位置 OK 普遍 看背影你知道他是誰,他每一球都很難 他在打全世界最高階的賽事 如果你不壓的話,你會靠什麼事? 靠手,是不是?不壓 所以你為什麼會壓呢? 這個是跟傳統的準備動作有很大分別 今天解釋怎樣可以令你的頭腩開始更加Smooth 以及令你的頭腩力量提升 練習頭腩動作之前,你要令你的力量提升的話 有幾件事你必須要做到 一,手腕要油刃 之前在Shooting course第一條片 已經講了怎樣按摩 我看到不是很多人看那條片 但身體的細節是令你可以越射越油刃 越射越靚,越頭越順,越頭越大力 就是在手腕的細節,以及你全身的筋肉 就是剛剛我們最後一支舞上了之後 大家又看回Michael Jordan 其實你看到Michael Jordan當年很健碩,但他的動作很飄逸很油刃 就是因為有專業的人幫他按摩,幫他拉筋 你不用找一個專業的人,你找自己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幫自己按摩 分享了一些我怎樣自己鬆筋的方法 你們其實那些片是重要的 我們今天先講回之前我post過的一個拉筋的方法 好像阿豪那樣,一個典型的年輕人 典型的年輕人就是很勤力去讀書 所以就會令到他們這裡就糊了 就是當他們這樣讀書讀得太多的時候 這裡開始糊得越來越厲害,核心越來越不用 當你這樣坐在這裡,或者躺在梳化上讀書的時候 你大腿後側的肌肉,在放鬆的狀態 十分鐘後,因為之前日本有一個節目我看過 十分鐘後,它開始變硬,會越來越硬 這裡一路越放鬆越硬,記住,越放鬆越硬 你就會影響到一條腰,因為它這裡的筋會扯了一條腰 然後你就會整拍,這裡和這裡都會硬 當你越來越硬的時候,而這裡就糊了 你們射球就會變成,我不回去就只能往前推 那個人會這樣跳前,不是跳前那麼簡單 這個就是我經常說,重心中前跳 我說過很多次,跳前是沒有問題 但是不是這樣中前跳,而是我們是壓跳 我們是跳了一步的,正常的 但是你不可以刻意往前跳 跳前不是罪,不是錯,是一個正常的法力方法 但是你這個人的重心已經下爬 比自己的腳更前去跳,就叫中前 我們之前說過下爬,就是你的重心位置 以阿豪,正常身形,正常就行了 正常的話,下爬現在就在這裡 明白嗎?這個,現在就在這裡 它射球沒問題,但是如果它再直一點的話 它的力量會更加好 一動作,1.5動作 我們法力的中心點 中心點,是這裡 不叫跳 不是跳那麼簡單 我們先壓 壓彈,壓彈 講過很多次,壓彈 壓,壓彈 可以這樣跳的,之前都有貼文過 大家感受一下什麼叫核心 你就這樣跳 現在我是放鬆了,你就這樣跳 你會小腿累 OK?通常我會叫學生跳50次 當你就這樣跳50次的時候 你會發覺小腿累 OK?這個我稱之為重心力 不是核心力,核心力我们不是弹上,刚刚你用肌力往上弹,我们不是弹上,我们是往下压 为什么往下压呢?首先,脚踩离地,脚直,用这里的力向下压,压,压,放松,压,放松,这里压,放松,OK? 压,放松,它会弹上来的,明白?精鱼,你就是这样压,放开,压,放开,它都会弹出去 你只要向下压,你的筋一定会把你推上来,推上来这一刻并不是用肌力 我称之为,这个不是用肌肉的力量弹上来,我们是用筋膜的回弹力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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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你就是,锁住这里,锁住这里,就是这样向下压 OK?你拿着这个球,一开始的时候,用手带动,方便一点 高阶了之后呢,你不用用手,随时都可以调 而且,重点,压实,保持呼吸 压实,保持呼吸 明白?基本上跳一二八下都没问题的 到你练熟了之后,我们用核心,用筋膜做这个动作的 你的肌肉是没用过力的 所以,你就可以随时侧切 因为我是核心,肌力 核心,肌力 而不是肌力,肌力 分开了两部分的用力方法 你打球,游刃很多 第二,这个核心,怎样去做,用这个力呢? 遲些我会再拍一个核心课程 特别适合断了肌肉骨印带 因为,你做多少训练 或者在物理治疗师那里,练多少训练 你练的都是一些,我称之为,比较静态的动作 你在篮球上面,打球的动作 你要在那里,练习一个全身的法力 你才不会受伤 我重新一次,我不是两只脚伤了 这么简单,我是这只脚断了,做了手术 这只脚断了,未做手术,现在里面是没有人带的 但是,你照样看到我急平 你照样见我可以质切,照样见我可以走来走去 甚至打到现在打球,直接弹下弹下弹下 这个,就是因为我改变了我自己的核心出力 我现在去打篮球,我自己不停迫自己去练习的时候 我会有一半以上时间,用核心的力 不是全部都用核心的,要有重心和核心 因为重心是敏捷的,核心是力量 我们要用两个力量练习 我们要练习的是控制自己的核心力和重心力 我们有两套力量 那么,迟些我会拍完 但是,这个核心的课程,这次真的会收费 因为我想有一个远大的目标 我希望,我可以在余生建一个体育馆,做一个训练基地 所以,我会慢慢开始收费 我之前没有目标,完全不收费 未来的课程我会收费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好了,我们继续讲 新的一点Motion是怎样用力 首先,我看看阿豪 我们射球现在是放在哪里 OK,差一点,先对着镜头 看着 你现在阿豪的球位置会偏中间 过一点 是的,很多人会这样的 为什么会去到中间 但是,我们明明在左边 就是因为,看着 左手的脚底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距离 是不是 这里没有 所以,你的球会飞到中间 我们在这里 这个位置很重要的 这里 很多人在这里夹住了 令到你无力 你试试这样夹住 你举不起上来 明白 你试试这样夹住 打开 我们最重要的是 一样东西 一样东西 但是,这里和这里 打开的角度要一样 因为,当你打开了的时候 我们,你的手伸直 向上伸直 你才会顺 力量才传到上来 我们不是用这里的力 但是,我要将我的力传上来 而,有很多人 为什么会说 我的球会歪左 歪右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这只手打不开 那会变成什么 是不是?佛系式投篮 明白吗? 善哉 你会变成佛系式投篮 因为,你这里举不了上来 所以,我们先打开 OK 球放在这里 记住,尽量 我们,把球 最右手边的这条线 这条线在自己的中间点 打开 对 好 我们记住一样东西 就是用刚刚 1 2 3 你试一下这样 压压压压压 压压 你的重心是在中前 打球的時候,跟你刻意做的動作是不同的 明白嗎?就是這樣射 OK,再來CM試試 再來,再射 好漂亮,其實阿豪出手已經漂亮了很多 拼物線漂亮了很多 CM也好了很多,但是停 CM的波距太高,你剛剛那個是one motion的手法 什麼one motion?就是當你舉到這裡的時候 直接出手,這個不是1.5 很容易用到肩膀力,就是在說one motion的缺點 很容易用到肩膀力 現在MBA的真正one motion的人 我認為只有Trey Ann和Curry 反而我覺得one motion,全one motion 就是這一隻 反而是說的是 我覺得更加講天分 之前我都講過,頭腦沒有絕對的 沒有,two motion不一定錯 但是two motion的法力在中間 但是two motion會適合什麼人? 會被箭比較長的人 他會比較適合two motion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手長,他們是one motion不到的 是不是? 但是他一樣可以用1.5 因為1.5的力量是下上 two motion手長 所以他們一般要這樣縮後射 同樣 手長,被剪長的球員 你打中距離也是比較多 是不是? 本身你的得分範圍都是在這裡 明白嗎? 為什麼個人會被箭特別長? 高的 通常都是這樣 你沒有絕對一樣 一定要找對自己 但是普遍分one motion 1.5和two motion 我們亞洲球員 其實被箭一般不長 1.5和1是ok的 但是我個人認為 一,one motion 呢 更加講你的天分 更加講你的身體協調性 因為 其實挺難用的 力量很大 很難控制 明白嗎? 你看到豪和CM之前 都控制得不好 是不是? 但是1.5呢 下上的力量 拿回one motion下上的力量 然後去投籃 記住 我們的球不用擺到那麼高 因為我們有一個合球動作 還有一個square瞄準動作 記住打開這裡 記住 壓 壓 何謂壓 大家可以做這個練習 看著 單腳做重心腳 指著框的左邊 之前講過 ok 球 球 在這裡 我們拿著球的時候用 掌骨 我們用上下手 什麼叫上下手呢? 上手 下手 因為有很多人呢 這樣接球 這樣接球之後就會變成 你是這一點拿球 跟這一點拿球 你慢慢就會變回two motion 你會抓住這個球 CM就是其中一個 剛剛就是這樣 平手 球在這一點 跟你變成這兩點抓球 不是 記住在這裡拿球 所以在這裡和這裡 成一條平衡線 你會變成像摸著頭 我之前講過 你好像摸著球 然後舉起單腳 然後舉起單腳 OK 這隻腳不動 你會變成像摸著頭 你會變成像摸著頭 這隻腳壓下去 對 明白嗎? 壓 推出去 明白嗎? 清楚嗎? 再試一下壓 Good 就是這樣 明白嗎? 試一下再來 CM的手腕還沒放鬆 再來 差一點點 是不是? 接著是前臂 前臂力量 前臂力量 前臂90度向上 對 不用太大力了 太大力了 記住 我們上下手拿球 舉起這隻腳 這隻腳我們是用這裡壓下去的 不是踏前 有很多人會變成踏前 記住 我們是 明白嗎? 不是伸下去 這個就是壓 壓 彈 明白嗎? 前臂90度向上 再看一次球 壓 彈 其實它不會令你射球慢了 為什麼? 剛剛有觀眾說過一件事 就是傳統2Motion 先坐低 球 摺 射 我們現在做不到的 為什麼呢? 當你先坐低的時候 OK 你已經沒有壓的力量 你不能用核心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 你只有跳的力量 你跳的話 這個動作本身會令你中前 因為坐低不動 你就會中前 沒有人敢坐低的 你一坐低就是這樣 是不是? 就會變成中前 你看到我整個動作已經中前 好了 如果2Motion是這樣的動作 先坐低 OK 左腳對著 傳統 左腳對著框的左邊 右腳對著波 波 摺 拉起 向上射 拉起 有這個動作 令你平衡 再看一次 摺 拉起 然後射 這個是2Motion 短是OK的 長 摺 拉起 向上射 難一點 不是不行 但是難一點 但是這個動作有什麼不好 你跑緊就很難 所以你看回 The Last Dance 很少人跑緊會可以射到3分 拍著波射3分 都很難 因為你太多要去重新平衡的東西 你要停 拉起 但是現在的動作就是 不用坐低 記住 不用坐低 伸直 腳 這樣 屈曲 離開了鎖 就行了 這裡有鎖 伸直 我們這個叫做省力模式 你因為這裡已經有鎖 膝口裡面有鎖 鎖住了 這個叫省力模式 我們要鎖 鎖 鎖了 OK 伸直 微屈 5%就行了 屈5% 球離開的時候 球 就算我們正在跑 我們壓完 我們就可以向上射 明白 甚至我遲些都會教的 我們新例之下 我們會加一個新的步法 以後都會改 球 就是 side step catch 明白嗎 這次的 是 他 說 這次的 真的 他 是 他 他 是 他 他 一样射到球 但是你那个攻击范围 和你那个威胁性大很多 一定要改这个 我稍后就会讲 为什么一定要改这个 所以现在我们现代的篮球 1.5MOTION和1MOTION的法力系统 和2MOTION是完全不同的 明白吗? 因为2MOTION是先坐下 先坐下拉起 但是1MOTION的话 我们只是unlock脚 那个球来压射 基本上速度大家 你觉得有分别吗? 有分别 压那个比较快一点 因为我在跑之下我都做到 但是你传统的2MOTION 你就要学Way Allen 传统的2MOTION就是先坐下 然后跳起 拉出去 你就难很多了 所以 基本上如果你不是一个职业球员 受过职业的训练 有一个很好的弹性 你要用一个跑动 彈起2MOTION的3分 蓝上加蓝 就是我们尽量 我们现在就是人直 下巴不要钟前 下巴钟前你就开始变2MOTION 所以你一定要拉 拉好背 OK? 我们要做好这个动作 就是因为阿豪讨书讨得太多的关系 另一个动作就是 怎样可以做呢? 令它拉回这一边 用蓝球可以做到的 首先我们怎么拉呢? 就是先坐在这里 贴着球 你可以自己碰着 好了 然后个人开始躺上去 对了 躺上去 然后呢 屁股向上 踩起 对了 好 这个时候阿豪还是锁住脖子 很多人都是这样 OK? 你就是要放松脖子 对了 好了 你现在看到 阿豪的球 停在这个位置 我个人建议他要停在这个位置 对了 停在这里 对了 再前一点 对了 然后手 背泳式向后 对了 閉上眼 如果你想做一个训练核心的话 就是很多人都很贪心的 我就是很贪心的 我通常都会训练的 只是脚跟碰地 对了 然后保持呼吸 深呼吸 那它会很有效 将你整个上半背拉松 颈 每天5分钟 严重的10分钟 如果你保持每天5分钟的话 我是保证 保证 保证 一个星期后 你会大力很多 两个星期后 你不做不舒服 记住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想想 你每一天有多少时间 拿着一本手机在读 书 你其实就要做 差不多时间的拉筋动作 我接受过很多治疗 不要妄想 一些长期的读书活动 令到你的身体变形 你可以靠一次 两次 整骨 整脊 就可以医 好 你整一次 整两次 你那一天很松 第二天很快 都会紧 因为你的习惯问题 你每一天 四个小时 你怎样可以 你怎样可以 用两次的医疗 每一次医疗半个小时 你用一个小时 可以医好 手术都不行 对不对 所以 你真的想医好的话 你日日拉 每一天都做 将这个养成这个习惯 抵消你一个温书的习惯 明白 阿侯爽不爽 一开始 一开始 很多人会很痛 包括我太太 因为她长期 照小朋友 她常常污住 她都开始有驼背的时候 一开始做的时候 会嘔的 真的会有嘔的感觉 你慢慢深呼吸 吸到尽 那头是碰地又行 不碰地又行 你脖子都是完全放松的 是不是 我现在在这个球上睡觉 我没有感觉 但我第一次做都是很痛 是 你很痛吗 你温书勤力 我个人温书是比较懒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上去之后 我就会这样睡觉 我脖子短 网友都说你脖子长 脖子长就好 好高无远 就是这样 你这样做的话 你的力量传递会好很多 刚刚炒了几球 好了 现在我们又试试射了 准备 Good ball 抛物线很漂亮 再来 到CM压 停 压 对了 左脚 左脚直完 对了 Good shot 再来 听着 听着 现在你的前臂不是90度 前臂不是90度 前臂 记住一样东西 压出手的时候 90度 压90度 前臂90度 前臂90度 把你压弹的力量 全部出出来 明白 试一下 对了 Good 不行 撞了一下 左手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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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Good shot 再来 压 对了 大动作 刚刚阿豪 压到 好吧 CM开始稳定 刚刚阿豪 压到 个人会这样 中了下去 明白 不用那么大动作 压不动的 尽量不要令自己动 明白 你在用核心的力 向下压 对了 下巴向上 压 对了 不用那么大力 再小力一点 柔软一点 不用很大力 记住压的力量很小 不是你很大力 向下压 你看多一次 是这么小的 这么小的 压 然后再向上出 不用很大力 压 对了 Good 明白 你就开始入 不要那么大力 是啊 很近的 虽然 今天的框高了 Good 再来 Good shot 这个 就是你更加容易用的力 好了 软了 软了那块我们怎样呢 1.5M 通常一开始我说过 我们微心出 软了的时候 你将你的起手点 起手 不是离手 离手是不是都这个位 OK 起手点 降落一格 微心 降落鼻 OK 3分的话 我都是在微心的 因为我力量比较大 你可以降落鼻 OK 你就是这样降落鼻 4度 然后出手 你见了 Daymond Neulet 就会在 远距离 他就会在这里射 再远 口 再远 心口 我们有这个 有一个系统 在这里 明白吗 你的力 就会稳定 2分区 在微心 3分的 在鼻 鼻出 记住前臂都是90度 明白吗 再远两步的球 对了 口 压 口出 用力 明白吗 力量很接近的 口 出去 都是这样射 再远一点 球 心口 OK 明白吗 我差点进去 你试一下 现在去到三分线的话 记住 压 鼻 高 不要摆高 CM太早 摆高 摆高 摆来这里 又用肩膀 对了 前臂90度 阿豪 又是摆高 CM 不要摆高 不要摆来这里 在这里 明白吗 因为你摆这里 你就用手指了 对了 压 对 阿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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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脖子不行 每个人的射法 不会一样的 用力方法有不同 阿豪就是脖子 给我们两个墙 所以他更加容易中前 他就永远差一点点 只差一点点 只差一点点 对了 OK 先按住 我还是觉得阿豪 你的力是走了 还是走了 再看一次 阿豪整个身都往前 看着 脚踩在前 压 低起 压下去 Good 好一点 好一点 但是脱了手 因为不是上下手 阿豪先摆低一点 上下手 摸住他 压 左手举起 不行 太大了 你蹭得很厉害 不要蹭得那么厉害 看 哪一刻 压下去 那一刻 阿豪呢 就是刚刚呢 就是这一刻很厉害 明白吗 你的压太厉害了 平衡失去 记住 我们用这个 记住 不是踩下去 不是踩下去 我再说一次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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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下去 明白吗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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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 明白吗 准备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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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十四岁的学生 明白 你们今天开始拉 拉松它 你是可以改善到的 改善到就是什么呢 你慢慢的会直回 但是你真的要天天拉 天天做核心 我们怎么练核心压力呢 其实你可以天天都这样跳 但是你要记住 那个感觉是什么呢 你压住这里 你看到整个人在转 但是整个人的感觉 都没有用过力的 明白 开演唱会来说 是很有用的 四面台都可以 所以你记住 我们要用核心跳 人是自转的 好了 我们最后一节 豪Time 记住这里你会用 举到的球去哪里写 我建议你在后 刚刚你是不是下下差一点 好 最后一件事 豪差什么呢 就是他很黏身 很黏 是 前一点 记住手奏 一定要在前面 这儿 明不明白 脚奏 在前面 Good 压 Perfect 到CM了 好時間成功啊 到你了 哎呀 降低啊CM 降低的波 CM就常常都仍在这里 明白吗 好啊今天难得好時間成功啊 大家为他鼓掌 好 降低啊 好 降低啊 好 降低啊